小萌话去史,带您走进历史那点事 时代不同,美的标准各有不同 过去一百年,人的审美总是在不断变化 1900年至1909年,美女标准会讲外语,不缠足的女子 1903年,一本以倡导女权运动的书《女界》中应运而生 该书不仅措辞激烈,极力攻击缠足 而且主张妇女剪发、读书、参政 这是一个新陈代谢期,在青年人的心中 崇洋与爱国之间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美女代表赛金花,赛金花本名为赵采云 她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劝说联军统帅 保护北京市民的传奇一直备受称赞 她曾经三赌嫁作人妇,出使德、俄、澳、和四国 赢得了东方第一美人的雅号 在欧洲三年,赛金花学得了一口流利的德语 并成功进入柏林的上流社交圈 成为一代传奇 1910年至1919年 美女标准,身着文明妆,不化妆 崇尚自由的热情女生 自由恋爱,自由婚姻 新式婚礼在都市里流行开来 这个时期的女子着装多穿载耳修长的高领衫裙 下穿黑色长裙 这种装束有一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 美女代表杨布韦 杨布韦,中国第一个流日医学女博士 杨布韦从小什么事都敢问 16-17岁时,她和祖父谈她的婚姻问题 说终身大事应由自己来定 祖父赞成 1919年5月 她和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三人医院 只设妇产科和小儿科 同时宣扬自己终身不嫁 为风气之先 1920年至1929年 美女标准,有身段的才女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 五四运动就像一阵清静的风 一下子给曾经压抑沉闷的社会 注入了新鲜空气 女权组织掀开了开闭女子职业 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 这时候 女性参与的社交活动也逐渐增多 人们开始穿着更加修长的旗袍 展示自己的完美曲线 身材娇好 面容俊俏 有才能的美女成为时代的象征 代表人物 陆小曼 陆小曼出生于书香门地 1915年就读法国圣心学堂 她18岁就精通英文和法文 曾被外交部邀请参加舞会 并担任中外人员的口语翻译 她还是个画家 师从刘海素 成半丁 贺天剑等名家 并于1941年 在上海开个人画展 成为那个时代财貌双全女子的代表 1930年至1949年 美女标准 中西合璧的女人 巴黎的新款飘扬过海 几个月的功夫 上海就开始流行 其后 全国其他城市也开始流行 各大报刊杂志也开辟了服装专栏 服装式样变化最快的是旗袍 几乎是一年流行一个款式 搭配方式也是中西合璧 美女代表蝴蝶 蝴蝶号称民国第一美女 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 被誉为中国的葛丽泰家宝 蝴蝶的形象 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美女标准 除了脸若银盘 名谋好齿 夫如凝脂之外 双颊上的一对酒窝是她的招牌 也许是因为蝴蝶的缘故 那个年代 有酒窝的女子 都有被怪异美女的幸运 1950年至1959年 美女标准 敢于奉献 积极劳动 新中国的建立 妇女成了半边天 大部分女士都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奉献精神 热爱劳动成为主题 她们不目虚荣 不爱打扮 愿意把青春和美丽 奉献给最可爱的人 一些不讲究家庭背景 文化程度 工作环境 个人志趣 而愿意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军人 工人或者农民的女大学生 也成了时代的美丽形象 美女代表卡丘莎 卡丘莎是俄罗斯一个常见女性爱称 也是一首歌曲 卡丘莎以她的灿烂 健康 忠贞 成为当时的大众情人 1960年至1969年 美女标准 比男人还男人 60年代是一派的整齐划一 甚至整齐到没有了两性区别 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 战友 阶级关系 虽然惯以姑娘之称 但她们已经成了没有性别的人 对文化传统中 妇女须温柔 贤淑的形象 是一种颠覆 她们从来不在乎自己的容貌 和个人情感 美女代表 女劳动模范 一般是书双扁 留短发 宽肩粗腰 大嗓门 身着蓝宫妆 皮肤有黑 结实而强壮 神态活泼开朗 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 同志 战友 取代了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一副肩膀两只手 一根扁淡两条腿 在劳动中 世教大帝换心眼 1970年至1979年 美女标准 羞涩 温婉的女士 阶级斗争 是此时中国的唯一时尚 爱情也在大众生活中 完全绝技 当被扼杀的男女情爱 后来在知青曲落中 慢慢苏醒 传唱的情歌 开始在人群中 偷偷地流行 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温婉 羞涩的女生 成为追求 懵懂的爱情 也开始萌芽 美女代表 邓丽君 邓丽君的迷迷之音 让多少青年 甘愿冒品德败坏的 骂名 而四下传唱 她的容貌 其实和她的慢歌 一样的甜 仅仅从她的歌声中 她们感叹 什么叫做女人 对于那个年代的 中国人而言 她的歌声里 所流露出来的 小家碧玉士的温润 柔美 柔情蜜意 绝对具有摧毁的力量 1980年至1989年 美女标准 个性张扬 乞丐山 巴拿马库 蝙蝠山 吉他 马海毛流行开来 历史香皂 风靡一时 物质文化 开始显现其力量 时尚第一次 有了不菲的标价 一些长久以来 被认为崇高的东西 遭到嘲笑和轻蔑 崔剑的一无所有 王硕和他的丸主们 引领着潮流 东方美女 不再追求 简单的讨人喜欢 与生俱来的个性与魅力 才是最厉害的武器 美女代表 刘晓庆 她是那个时代 第一个插着腰讲 我漂亮的女人 刘晓庆张扬自我的 个性魅力 对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 确实具有 另一种启蒙作用 按照现在的话说 她就是那个时代的 另类人物 虽然她自我欲望 过分膨胀 使她的很多行为 显得可笑 但她从不低头的性格 又确实令人钦佩 1990年至1999年 美女标准多变 90年代是信息爆炸的年代 尼德保持新鲜 每一个人为了美丽 不惜使出浑身邪数 经典美女形象已成为过去 评判美女的标准 也不再那么整齐化一 化妆手法越来越高明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只要不惜代价 每个人都可以是美女 美女代表张曼玉 猫一样善于变换的张曼玉 成了观众心宠 她并不出众的容貌 却因可纯真 可妖美的造型变化 征服了所有人 2000年至2009年 美女标准 韩国美女 这一阶段 韩流装扮纷纷登场 超短裙 吊带裙 透视装 已经不会再引起 街头巷尾的讨论 韩国明星的火爆 成了中国女性追逐的范本 大眼美童 珠光白的肤色 加上妩媚柔顺的长卷发 成为中国女生最爱的造型 美女代表 宋慧桥 宋慧桥代表的日韩风 是这一时期 中国美女追逐的样子 白皙的皮肤 简洁的妆容和中长发 看上去自然又端庄 2010年至2020年 美女标准 善于使用美图袖袖和化妆 朋友圈晒照片成为常态 随时随地的自拍美图 成为流行趋势 服装追求时尚多样 和别具一格成为主题 染发烫发成为主流审美 这时候 人人都认为自己是美女 代表人物 自己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魅力和美 才是独一无二的 对婚姻爱情的要求也逐渐升高 自我欣赏使自己成为最美的人 至于未来的美女标准吗 我们等待揭晓 我们等待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